感谢观看,愿观看此世兵的您,永远健康,幸福,快乐,本文由夜郎文史工作室发布于今日头条,谢绝转载,倒转为法奉求皇,是一部电视剧,也是一部小说,剧中,有一些名的人物,名字叫做刘楚玉,被称山鹰公主,在中国历史上,是有刘楚玉这样一个历史人物,其朝代,在宋朝,这个宋不是唐朝之后的宋,而是南北朝时的宋朝, 这个宋朝的开国皇帝是宋五帝刘裕,他杀死东晋最后一个皇帝,建立宋朝,刘裕是西汉楚元王刘娇之后,所以,他建立的宋朝被称为刘宋,以去别堂之后的赵宋,作为刘宋的第一位皇帝第一代,刘裕传位给第二位皇帝少帝刘裔福第二代,因少帝臣立一宫外九色,被朝中元所杀,推举第三位皇帝文帝刘裔龙第二代,后来文帝被太子刘修远,刘少所杀, 其算是第四位皇帝第三代,刘少后被其三帝刘修龙,刘俊所杀,刘修龙坐上龙椅,成为刘宋朝的第五任皇帝,宋孝五帝刘修龙死后,传位给太子,及第六位皇帝刘子叶,自法师刘是第四代,刘子叶是刘修龙女皇后王宪元嫡出长子, 在此此前,王皇后生下长女刘楚玉,楚玉出封山鹰公主,后改封惠姬长公主,她有皇族第一美人之称,刘楚玉下嫁给廖驸马都为名字,叫做何吉,刘楚玉的大弟弟刘子叶,年少无知,当上皇帝之后,成为一名荒唐无耻皇帝,刘子叶的姐姐山鹰公主刘楚玉,在史书之中,名声跟他弟弟一样也很不好, 《南史鉴二宋本记》中第二记载,山鹰公主因则过度,穆帝曰,谢于陛下虽男女有书,既托体先帝,陛下后宫数百,先为驸马一人,始不军行,一何至此,帝乃为令念首左右三十人,尽爵会积聚成公主,志同君王,她穆义二千户,给故吹一步,加班见二十人,帝美初,公主于朝城长共赔免,一词是说,刘楚玉莲乐无度,奔对刘子叶说,我于陛下,虽是男女, 女有别,但都是先帝的骨肉,陛下后宫美女术以墨计,而我或有驸马一人,事情不公平,怎么到料如此地步呢,于是,刘子叶就赐给刘楚玉男宠三十人,并改封刘楚玉为惠聚成公主,享受君王的待遇,后来,刘子叶的十一书刘玉,派亲信暗中买通少年皇帝身边的亲信,下手杀死亲侄儿刘子叶,然后,接受同谋的刘修仁,刘子叶的十二书,雍丽,登基为帝, 改元太史,刘玉夺取廖亲侄儿刘子叶的皇帝之位,刘玉成为廖刘宋朝的第七任皇帝,皇帝的被分从第四代回到廖第三代,本文由业郎文史工作室发布,今日头条号,谢绝转载,道转为法随后,刘玉即刻下圣旨,赐死刘楚玉,山鹰公主在家中被勒死,同时赐死的,还有刘楚玉的同胞小弟弟刘子叶,刘子叶和刘楚玉被杀之后,刘玉又将刘楚玉的同父一母的弟弟们, 也是刘玉的亲侄儿,除早夭和之前被杀的已万万,大约有十六个,一个个的宰杀的尴尬性性,使得宋孝武帝刘修龙这一房的男兵们,全部的被杀灭,刘子叶死的时候,或有不到十七岁,没有后代儿女,公主刘楚玉死时,年龄也不过十八九岁,同样没有留下儿女,二人的同父同母的弟弟和同父一母的弟弟们,年龄尚小,被杀无后,已然绝种, 在辩试剧中,刘楚玉有一双胞胎妹子,生下不久被带出宫,其实,正史之中的刘楚玉,并无此妹子,但是,刘楚玉的却有一名非双胞胎妹子,名字叫做刘楚秀,可以称之为秀儿,辩试剧中,需够双胞胎妹子顶用的此名,刘楚秀并未赐封公主,原因是早夭,父皇刘修龙梅有给他赐封, 也没有在他死后追封,刘修龙皇帝,于王皇后有嫡出女儿,一共四位,长女,山鹰公主刘楚玉,后被叔叔刘玉所杀,三女,刘楚秀,早夭,没有任何封号,使书记为皇女,除此之外,还有两个女儿,她们是,二女,刘楚沛,刘楚沛活住的时候,被称为,林怀公主,林怀公主嫁给廖王盈,王盈,狼邪淋一人,是独门法大家狼牙王时之后, 王盈的父亲王茂,光禄大夫,南湘西侯,王盈的爷爷祖父王坤,南朝宋,齐大臣又光禄大夫,宋文帝刘一龙手下重臣王华的堂弟,王坤的父亲王田,王盈的曾祖父,名气比较大,东晋书法家,晒长隶书,亦是东晋第一位极高手,官制后将军,王田的父亲,名字叫做王岛,其名气就更厉害,是东晋丞相,全是青天,于东晋皇帝平起平坐,本文由叶朗文 民始工作室发布,今日头条好,道转违法林怀公主估计是在他哥哥姐姐被杀之前嫁出去的,但是,他死得早,那一年不详,死后被刺,林怀康哀公主,林怀康哀公主估计没有后人,史书中不见记载,刘楚沛死后,刘子叶的一家已无难盯,跟王家也就没时磨关系了,刘羞龙于王皇后, 还有所剩下的不起眼的最后一线血脉,四女,刘秀明,刘秀明,单从名字上看,没有按照被分取名,猜测是经过改名的,她的封号是,康乐公主,史书对她的介绍大致意思是,刘秀明,中国南北朝刘宋公主,她是宋朝校武帝刘靖和文,慕皇后王宪元的第四个女儿,长姐山音公主,汇姬城公主刘楚玉,二姐林怀康哀公主刘楚沛,三姐刘楚秀早妖,修长, 有二人,一是费帝刘子叶,二是豫章王刘子上,这样看来,刘楚玉和刘子叶最小的亲妹妹,同父同母,也就是刘秀明廖,刘秀明嫁给廖徐孝寺,徐孝寺,自始昌,东海俊潭县人,金山东潭城北,她跟刘家也有血缘关系,她的祖父爷爷有名叫徐湛之,父亲名叫徐玉芝,徐湛之的母亲,就是开国皇帝刘玉的女儿刘星帝,惠姬城公主,徐湛之和徐玉芝, 徐前之徐玉芝的弟弟,在刘易龙被太子刘修远,刘少被杀的时候,父子三人同时遇害,用现代的话说,徐孝寺是刘宋朝烈士的后代,他的曾祖父徐葵芝,徐湛之的父亲,是开国皇帝刘玉的女婿,在刘玉于东进司马修的战斗中,被卢鬼打败并被杀,徐孝寺长大以后,徐家示弱,起料康乐公主刘修明,席决之将献猴,之后,刘宋的江山被南起取代,徐孝寺继续做官, 在南起官制上书令,刘楚玉姐弟被处死33年之后,徐孝寺干料一件大事,他暗中仇华除掉南起朝的萧宝卷,萧道成的后人,不是事败被杀,徐孝寺与刘修明有一子,宁徐滚,徐滚长大结婚后生有一女,宁,徐昭佩,徐昭佩长大成人后,嫁给廖湘东王萧义,成为湘东王妃,这时已是梁朝,后来,萧义成廖梁朝第三任皇帝, 尊号为梁元帝,按说徐昭佩是能够从王妃升级为皇后,但是,却意外被杀,谁杀的她,当然是她的丈夫梁元帝萧义,萧义在登基前的三年,将徐昭佩处死了,原来,徐昭佩长得不漂亮,所以不被萧义礼遇,可是,她的血液之中,有倘术住刘楚玉的部分血液, 胆子很大,竟然述此戏弄丈夫萧义,而且,给萧义代料好鸡定绿帽,于和尚志远道人及萧义的随从,继继将等人皆私通,而且,她的骨子中有一股流楚玉的也幸于张狂海有残忍,所以,在凡萧义的妃子之中有孕者,她便一定要设计杀害,不能够忍让别的女人的儿子继承谅皇位,后来,萧义因爱妾王室的突然叙事,将其死归咎于徐昭佩,所以逼住她自杀,徐昭佩无奈, 头颈而死,萧义横横地把她尸体捞出,来还给徐家,说是初期,萧义还不解气,写下荡父邱私父的文章,让徐昭佩留下恶名,徐昭佩的死于刘楚玉的死,相隔了八三年,后世名生,完全一样,徐昭佩生有一女,名叫萧韩珍,赐风逆昌公主,其世纪已经没有料记录,徐昭佩还生有一子,名叫萧芳等,在出征途中,逆水而死,徐昭佩的孙子, 及萧芳等的儿子萧庄,最后当料三年皇帝,成为梁朝最后一任君主,萧庄当上皇帝的时候,他的女先祖刘楚玉已经死去九一年,沧海丧田,已经换料三个朝代,后人们,或有,白发于乔江主上,观看秋月春风,一壶啄酒喜相逢,古今多少事,都赴校团中,从校团之中,也许能够领 误出一点儿时磨,道道来吧,夜郎文史工作室特约撰稿人,玄尼大师文,原创,本文由夜郎文史工作室发布,今日头条好,谢绝转载,道转为法再次感谢,喜欢的可以订阅哦,感激。